哎,宝强,你下班了? 楚楚,你等我有什么事吗? 我给你商量个事,我想把咱妈接过来跟我们一起住,你看怎么样? 楚楚,你说咱妈在农村老家住的好好的,把她接过来干啥呀? 哎呀,妈一个人在老家多无聊呀,就把她接过来跟咱一起住,这样也有个伴呀,你说是不是? 楚楚,你说妈呀,来到咱这儿,她又住不习惯,你说你让她过来干啥? 哎呀,宝强,你怎么知道不习惯呀?行了,我就跟你说一声 楚楚,你,你怎么,反正我不同意 行了,不跟你说了,我做饭去了 这,这楚楚,你这到底干啥? 妈,你看我们这儿怎么样? 真好,房子又大,又干净,那妈,你以后就在这儿多住一段时间,行 妈,这次来就不走了 好嘞,到时候我带你一起去逛街 好啊,妈呀,还没到城里逛过街呢 那我以后带你探天逛 好嘞 哎,宝强,你回来了 楚楚,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不让你见我妈 行了,宝强,这妈都来了,什么都别说了 你看,妈觉得我们这里很好,想在我们这里多住一段时间了 妈,你说说你,你在这儿住什么住,你还是回农村老家吧 哎呀,宝强,这可是咱妈呀,咱妈好不容易来到,你怎么这样讲呀 行了,妈,我劝你啊,早点回去吧 宝强,妈,别理他 你看我儿子那样,楚楚啊,幸亏娶到你那么懂事个姑娘 妈,你别管他,今后你就在这儿安心住下去就行了 行,妈听你的 楚楚啊,妈 妈,这两个人怎么都不在家呀 快来,妈 好 宝强,你回来这么早 你看,我给妈我们两个人出去逛街,买了好多衣服 楚楚,你这上个星期不是刚逛逛街吗 怎么今天又去逛街了,还买这么多东西 哎呀,宝强,这是我跟妈两个人一起逛街买的,这都是妈给我买的 是啊,宝强,你看,这女人买东西不是正常吗 就是 妈,你说,我不是说不让她买 她一个月上级丧街了,她老是乱花钱 哎呀,妈,宝强,你别说了,你说楚楚多好个姑娘啊 你还不知足,买的东西怎么了 妈给她买,又不让你掏钱 行了妈,你就惯着她吧 太生气了 妈,你看今天这买的东西多好啊 是啊,这个真好看 妈,你别擦了妈,这种活啊,留着我来做就行了 楚楚啊,你回来了 妈,我今天看我同事啊,戴着戒指可好看了,我也想要 想要,行啊,在哪买的,妈给你钱,你去买 真的呀,妈,她就在步行街老凤翔店里买的 是吗,多少钱啊,楚楚 也不贵,两三千块钱吧 妈,那行,我给你钱,你去买 全给你吧 妈,您真好 那是 我呀,就你这一个儿媳妇,那么懂事 妈不对你好,谁对你好啊 那妈,我去买了 好,去吧 妈,你看这个戒指都好看 就是漂亮 妈,你看漂亮呢 我都跟你说了,你别挂着她 你还给她买东西 你,让我怎么说你 就楚楚一个,你说我不挂她挂谁呀 你就挂着她吧,我去上班了 妈,你看宝强,她是 嫉妒我,嫉妒我,你对我这么好 楚楚啊,宝强就那样,你别管她 行,妈,您真好 你看,我这戒指也有了 我这还差点耳环 结婚的时候,宝强都没跟我买 妈,要不 您再跟我点钱,去买个耳环吧 楚楚啊 你看,我来这一段时间 拿的钱啊,也花完了 妈,没钱了 什么,妈 你骗我的吧 这,这才多少钱啊 你不是挺有钱的吗 这,这怎么那么不惊欢呀 楚楚啊,你说妈 在农村里边 也没什么收入 就卖点粮食,攒着钱 来到这几天 你买首饰 买衣服 妈,全都给你了 真的没有了 妈,这才几个钱啊 我要早知道你就这么有钱 我再不要接你过来呢 我以为你总有钱啊 那行了,你既然没有钱,你就回家吧 楚楚,你怎么能这样呢 你让妈来,就是为了钱啊 你以为呢,我不是为了钱 那你过来干嘛 行了,你赶紧给我走吧 楚楚,你 宝强,你怎么又回来了 我怎么回来了,我告诉你 你这次接妈过来,我就想着你肯定有问题 没想到,你接我妈过来,竟然是为了我妈的钱 你今天这么误着 不是,宝强,你听我说,你误会了 我是真心想让妈过来享福的 误会了,我告诉你,我在门口都听得清清楚楚 我妈说没钱了,你就赶我妈走,你说是不是 宝强,我做吧,你别生气了 妈,你原谅我吧 都是我一时鬼迷心跳 看我同事都穿得好,戴得好 我就一心想攀比,也想要他一样的 妈,你原谅我吧 楚楚,你为了钱,学生做了这样的事情 我看这个日子,咱们也被公民放过了 我们呀,离婚吧 什么,宝强,不能离婚,妈 宝强,楚楚他也知道错了 你就别和他离婚了,你就原谅他吧 是啊,宝强,我已经知道错了 宝强,你看,过一家人也不容易 我相信啊,楚楚会改的,你就原谅他吧 行吧,妈,这次我就听你一次 楚楚,我告诉你,以后咱们有多少钱就花多少钱 不要跟人家拍比了,以后咱们好好过日子 知道了,宝强,我一定会好好过日子 好好对妈的 妈,以后我一定会好好孝顺您的 行,妈相信你 那我去给你们做饭吧 行 你们坐着 妈,这次呀,都怪我 以后呀,我也会想好好孝顺您的 妈知道 不容易,别说了 儿子,你说,你整天别再打架了行不行啊 你说,你老大不小了,马上都该找媳妇了 你这老是打架也不出去找工作 谁也跟你说媳妇呀 妈,说什么媳妇呢,我还小着呢 还小着呢,马上都二十岁了,还小 妈,你说,我这又没什么事 我不就跟他们几个一块我,那我能干什么 宝强啊,不是妈说你 你说你都那么大了,你就出去找份工作 好好赚钱,能不行吗 你在家里,整天惹妈生气 妈都快气死了,为了你 妈,你说什么呢 你看我这,像是出去打工的人吗 我工作,我不去干 不干,你说你能干啥 你就在家里打架 行了妈,不想跟你说了,我出去 摊上这样的儿子,整天让我气死了 你说,我啥办法呀,这 崔花石,哎呀,你别扫了,你儿子在村头又跟别人打起来了 什么,又跟别人打架 快去看看吧,一群人呢 我这儿子,整天让我气死 你说,我可怎么办呀,这 哎呀,崔花石,你可得好好管管他吧 在哪呢,走,我带你去 崔花石,就在,哎 看,宝强啊,宝强 你得让妈气死 妈,你,你从小到大,从没打过我,你怎么了 我是没有打过你,宝强 这次,我非好好教训你不可 你说你长那么大,你啥都不干,你就打架 让你出去找工作,你也不干 你就胡捧狗友,在家不争干 你扔到什么,还气死我呀,你 妈,你说,我今天碰到尊宝了 我就说他这个小黑胖子,他都不服气,给我打起来了 你都不问青红糟呗,你都打我 你说,我怎么养你这个,不争计的儿子 我都想,打死你 行了,崔花石,你也别打他了 妈,我看呀,我在他家,就是爱你你 行,我走 宝强 这孩子啊,现在也管不得,这是叛逆期 崔花石,你也别生气了,等他自己想清楚了,自然就会回来了 走,我扶你回去 宝强 你到底去哪儿了 其实妈,不是故意把你赶走的 妈就是不想让你给别人打架 宝强 宝强 也没有消息 儿子,你到底去哪儿了 妈 宝强 你是不是又给别人打架了 快让妈看看 妈,你慢点 我没有打架 你没有打架 妈,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快告诉妈 妈,其实是这样的 我没有打架了 你不知道 你不要打架了 我没打架了 你得这么快 这一天天的捡破烂 能卖几个钱 一叔 贪个不争气的儿子 也不出去工作 整天打架 我真是 妈 那次我看到你之后 我就后悔 以前整天吊了锅 什么工作都没有 让你受苦了 我就想着 我一定要出去找份工作 这两个月 我都在工地上 都在给人家搬砖干活 我的胳膊 也是干活的时候受的伤 妈 儿子知道错了 儿子 你真是长大了 懂事了 刚才 是妈错怪你了 儿子 妈 现在儿子 用能力了 能挣钱了 你放心 我以后啊 肯定会让你过长好日子的 儿子 你能这样想 妈就放心了 来回屋啊 吃饭 先把伤养好 以后好 再去干活 行 妈 救你的 走 来吧 来吧 谢谢观看